大家好 其實已經擠出不少的種植空間 這是第二槽補拍的畫面 只是新作物撒種後 至少也要幾天等待出苗 現在就先來回報一下現有的蘆筍 在颱風掃過經過附土後的生長反應 而為了方便穿越整理 全部改成不拉繩的方式種植 在台灣田間種植沒記錯的話 農改廠的建議是生長到120公分 家庭種植便宜形式不拉繩的話 也就得進行矮化 在這蘆筍晶上面的表皮明顯出現刮痕 極高的可能是被小蝸牛啃食過了 經過附土後 太換母精的過程 可以不用急啊 先來呈現一下附土的效果 需要偶爾附土的原因 則是心如損從地底竄出時 會讓圖表裂結 時間久了會出現裸根的現象外 原本的母精也會因為土壤崩落而站立不穩 因此沒有使用拉繩 又想保留母精 偶爾陪土進行附土 算是最簡單的動作了 至於太換母精 可以搭配產量 優先挑選過於靠近的精條 進行太換 這則是因為避免遇到風的摧襲 過於接近的母精 精條產生不斷的摩擦 不需要小蝸牛的幫忙 精的表皮就會很容易受傷 而由於一種乳筍通常只留三四根精條 就很足夠行使光合作用 拉開母精的距離 也方便乳筍的新生與採收 目前有了日照狀況好 很會生長的一種乳筍 一次長個七八根乳筍 算是非常容易 因此也就不用擔心影響產量的問題 由於乳筍生長的速度非常快 錯過採收 很容易側近雨 葉片就自然長出 這樣也是一種自然的太換母精過程 接續利用將水抽出的時間點 順道測試一下 洪吸蓄水池的用途與用法 剛好也就可以看到 為何願意花這麼多的時間挖掘與拍攝 為了讓澆水的效率與速度更為提升 使用的是外接式的沉水馬達 由於電力是使用機車電瓶 也就更有機動性 而水池內的水呈現黃色 除了底部土壤還未清除 這事先其實已經將甘蔗酵素倒進水池裡 酵素的用途就當作是輔助生長 直接稀釋在水池裡 再抽取出來澆水 目前還在水池利用的前側而已 水池應用日後還有許多發展空間 抽出來的水則先拿來測試 慢煙澆水的便利性 只是這水太大了 疏鬆的土壤直接被沖出凹槽 目前只要先確認可以達到慢煙的效果 後續會再將調整後的狀態呈現出來 將水管擺放到水湖內 再溢流出來後 對土壤的直接沖刷力馬上就降了下來 鮮室的水湖派上用場之外 水流進來後 離省市的慢煙澆水又進了一步 會這麼做是希望讓單一器材過濃郁 在不同地方盡可能的派上用場 更多的替代性功能 也就可以不需要那麼多的工具 不過這也導致一些蟹牛農具 還沒被派上用場 最後再多做一個不同方式的澆水測試 將水管末端接上硬的PVC管 來看是否人可以不用移動 就可以將不同的菜床澆好水 然而看到水流的方式後 又多了不同的想法 若是將不同菜床串接起來 就只需要在一組菜床中設置緩沖袋 甚至直接將水往磚頭壁面沖 也就不用考慮土壤被沖起的困擾了 謝謝收看